107拳大運 射箭公開組賽成台灣體大與 反曲宮混雙及複合宮男主團體項目 雙雙進入同牌戰 反曲宮混雙部分 台灣體大由劉彥晨、曾家慈 組合出戰北市大獲勝 順利晉級四強 但這四強賽時遇上台市大 以及分0比6落入同牌戰 第一次參加大專輪 就蠻緊張的 也是第一次 就是搭配混雙 所以沒有經驗過 然後就是我覺得 我們兩個狀況都還算不錯 在復活宮男子團體賽中 台灣體大派出了 葉維君、莊凱偉以及張璇 應戰國立體大 並以總分229分晉級四強 四強賽時 台灣體大對上中正大學 可惜落敗掉入同牌戰 就是我們有比賽的成績 有維持在平常練習的水準 沒有差太多 只是可能 第二棒或第三棒 有點小亂流 明天應該互相給予鼓勵 對啊 讓他們不要心力起伏這麼大 原為復合宮男子團體賽議員的楊君堯 今年是他最後一次參加全大運 但他表示自己狀況不佳 因此把團體賽的資格讓給狀況較佳的學弟 期盼團體賽能獲家績 有了這樣的態度 相信台灣體大射箭隊會有更好的表現 記者王玉菲 藍英琪 桃園報導 記者王玉菲 藍英琪 桃園報導 記者王玉菲 藍英琪 桃園報導 記者王玉菲 藍英琪 桃園